这是新版的哦 它的动作更流利了 小心一点 预备开始 什么了 我只会这个 我只会这个 是吧 这个太累了 我跟你说 我是老人的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折腾我 拍一张 我跟你讲 我把挡片跟 十字架放在这个位置 我的手弄上去的时候 就不会弄到 我发现 然后我调一个位置 你看现在 那个十字架特别亮 有没有看到 我就在这样 好截图 最亮的时候 哇 随便 这样子 你知道我有影片吗 影片也可以截图是吗 可是我的手不会在我的头上 好啦就这样子哦 大家早安 今天要做什么 我们已经教完 十次的课了 总共有两百七十堂课 九十堂课 谈听说能力 九十堂课 谈读写能力 九十堂课 谈文化素养 你们声音都听得清楚吧 好啊 那九十堂课 谈听说能力啊 其实不是真的叫听说能力 听说能力叫做 楼地板 楼地板叫做听说能力 一路往上 一阶一阶的往上爬 一踢一踢的往上爬 从听说能力啊 从最基本的 你以为啊 你以为 你以为学英文 只是听说读写 从楼地板开始 It's a great start 你认为 at least you're starting somewhere 至少你知道 英文有听说读写 这这件事吗 那是大家的起跑点 没有关系 But you can't stop there You can start there You can't stop there 你可以在那里开始啊 你不能在那里结束啊 听说能力是 最楼地板 从你以为 美语只有听说 这两件事开始 我带各位往上爬 爬街跟爬梯嘛 爬几街呢 我们要爬九个街嘛 九个位街 每一个街 每一个位街 会有十个梯子 从最简单的 听说能力 这个认知 你往上去爬 爬了九阶 十梯 总共爬了九十堂克 以后 你就会爬到天花板 那个天花板是 我个人 我个人的天花板 绝对不是各位的天花板 更绝对不是各位的孩子 我们的台湾啊 我们的孩子的天花板 绝对不是天花板 千万认清这一点 清出于蓝的事情 不是在课本里面看到 我自己天天上课都看 我自己天天上课都看到 不是这些孩子长大以后 你才会看到啊 那种东西呢 叫做画大饼 开支票 我怎么知道 你孩子以后 会不会清出于蓝 I have to prove to you 我必须证明给你看 那件事情会直接发生 好不好 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你跟我学这两百七十堂课 是为了台湾的未来 为了台湾的孩子你来学嘛 因为我跟你都很期待看到 台湾的孩子的天花板 到底有多高嘛 我非常期待看到啊 就像我爸爸 我爸爸八岁的时候 把我带去美国嘛 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只会一个英文单词啊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儿童美语啊 我只会一个字叫EGG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我爸妈 还找我的小阿姨打电话 每天晚上打电话给我 教我三个英文单词啊 还是电话的时代 你知道吗 没有手机啊 叫我什么七点半 守在电话旁边 我的小阿姨在那个 外商银行上班嘛 她就教我啊 她也肯定是看在亲戚的份上啦 因为那是毫无意义的事 你知道吗 我小阿姨是在外商的高阶主管嘛 她脑袋逻辑一定很清楚 她一定知道说 等一下 小阿姨姐 你们不是要出国了吗 你不是要去美国了好吗 那你叫我每天打电话 跟你讲单词要干嘛啦 可是我爸妈就这么傻 她的观念就是认为 要提前部署 那既然我们一年后要去美国了 我七岁的时候被交单词嘛 既然一年后要去美国啦 那赶快赶快准备一下 怎么准备 谁知道那个年代 1983年 谁知道怎么准备啊 她就怎么样 不对 1981年 怎么准备 就叫阿姨打电话给我 然后她每天 三个单词嘛 每天三个单词 她们认为一年后 会有一千个单词嘛 因为一天三个嘛 笑耶 我倒坏只记得一个 第一个 我阿姨教我的第一个字是 蛋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叫我蛋 他叫我的第一个字是蛋 然后叫做EGG 我就在电话里面说 EGG 然后说蛋 这样子 我爸爸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的青书于兰 就是我的英文会比他好成 这个样子嘛 他一定没有想过啦 对不对 我的天花板绝对对他来说 那叫天空了 那不叫天花板了 我都在翻译莎士比亚了 那个不是 不是天花板是天空嘛 好 我爸爸 我相对于我的父亲 是清除于兰嘛 各位的孩子相对于我 一定也会清除于兰 因为我父亲当年 是没有方法的哦 无心插流都可以这样 更何况是我们刻意栽培 我们不但有法 我不但有教法 我有教材 我们还有教师 我们还有教室 我们甚至于连字典都有了 对不对 我们什么都有咯 我们连这种网络平台都有了 然后现在两千多人上线嘛 不是上线了 两千多人在读书会嘛 我们势必会变成 上百万人在学这种课 所以孩子连环境都有了 所以孩子连环境都有了 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每个人都在抱怨说 无法营造美与环境 只有有钱人可以营造美与环境 只有外师可以营造美与环境 我说什么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了 为什么 一定要花钱 为什么一定要外师 我就说了 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我们来营造台湾的美与环境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英文的观念又清楚 发音又不要准 肚子又有墨水 写字又漂亮 所有的人都这样 这里就叫做美与环境 而且这里绝对会比美国还要 会比欧美还要欧美啊 因为这里加了中华文化嘛 这里有加东西啊 就是比欧美还要全面啊 大家一定要努力知道吗 不用不到一年的时间 一年多一点点嘛 这件事情就成了 一年多一点点就好了 stick with me 你知道 陪我啦 待着 然后找人来 这是第十一堂课嘛 我们的 第一个阶段啊 第一个大乐视啊 叫做 听说能力的楼地板 九阶十梯爬上去 爬到最上面 就不叫听说能力 叫做思辨能力 从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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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爬了90个阶梯之后会变成思辨 用口语跟你的脑在跟西方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最高层次的思考跟辩论 那个叫做天花板 那是我的天花板 我可以用英文跟西方的读书人进行思考跟辩论 我可以啊 我可以 我会 好 那是我的天花板嘛 我怎么知道王玉平你的小孩30年后会有多厉害 连我都可以用英文跟西方读书人进行思考辩论了 啊你跟我学30年 那你你怎么可能只是 你说不定是用不知道什么 我已经无法 我连描述都描述不出来 就像我父亲当年也描述不出来 我会变什么样子一样啊 那是我很期待看到的 那也是我们九阶十题的最主要的价值啊 这一件事情最主要的意义是这个啦 就是我们在寄托未来 我们看不到的孩子的那个天花板 好 从听说能力到 从楼地板啊 以为只有听说到天花板叫做变成思辨 思考辩论 九十堂课 我分成十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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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九个位阶嘛 第一个位阶我们上次已经讲完了 我们昨天讲完了 就是我把美语跟华语的加起来的六十六个音速 就是六十六个子音跟母音或生母跟孕母 交给你们 我花十堂课交给你们 我在YouTube上面有四个影片可以让你们学 我们的诗子有两百五十个可以让你问 但是你可能要付点钱啊 你不要你不要把 take people for granted 知道吗 付人家一点那个费用 让他教你一些东西 当家教也好 你们凑班让他们调印也好 都好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第一个位阶结束了 第一个 OK 子音母音都懂了 你们接下来有整整二十堂课的时间可以练习 我们才会回到听说能力 今天要展开一个崭新的位阶 有没有非常兴奋啊 有没有非常高兴啊 有有有 因为这个地球上没有人看过我教今天这门课啊 连我自己的十字班都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很正式的来谈 正式的来谈读跟写 因为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呢 你知道我可以有多少时间花 来谈读跟写嘛 英文的读写 我有整整九十个小时要跟各位谈我对英文的读跟写的看法嘛 90 hours是多奢侈的一种英文课你知道吗 有人在那个有人比较乐观的外行啊 那个那个人叫什么 英国老师 谢依珍 谢依珍太乐观了 谢依珍 if you're listening 我告诉你 你太乐观了 他以为我们今天要教大小的写什么ABCD 我可能要六堂课以后才会教你写 没有啦 写字啊 写字以前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啦 写字之前很多事情要做 就像开口讲三十三之前啊 开口讲话之前 语言学家都知道啊 你们都忘了 你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你们知不知道开口之前 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叫沉默期啊 人生啊 生命啊 是非常奥妙的一件事 只要他矛盾 他大概就是真理了 只要矛盾的东西 大概就逼近真理 一个人怎么学讲话 我问你啊 一个人怎么学讲话 他要先沉默 你看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矛盾到家了 不可能有孩子不经过沉默期的 他先沉默嘛 沉默沉默沉默听嘛 沉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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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会讲话了这样子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光开口讲个爸爸 都要等个一年的沉默期 再加上一年的模仿 对不对 光讲个爸爸嘛 你要写个A 你要写个A 你看看要等多久 我们都是大人会写字 我们才认为那个东西简单 我们都是大人嘛 可是我现在要进行的是台湾的双鱼启蒙的课嘛 试字以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我们可以做 今天这一节课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些准备工作这样 好不好 我会整整花十个小时跟你讲 试字的准备 不用写了 十个小时以后再开始拿笔好不好 先理解我在说什么 OK 尤其是竹萱 玉萍 月如 孩子年纪在三岁以下的 而且是第一个孩子的 而且是爸爸妈妈有概念的 我看到你们的脸文啊 看到你们的家里的布置啊 我知道你们是有心要营造孩子的教育的 我知道你是有心的 我跟你说 我讲句比较直白的话 有心不表示有方法 好不好 有心不表示有方法 那我就分享逐渐嘛 我的一些看法 你觉得有道理就拿去用 会很玄哦 我先讲清楚哦 这些事情会比较玄 你就慢慢听 慢慢听 十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换到文化乐视去嘛 就讲文化了 你花十天的时间 听我慢慢解释 为什么对写字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小孩才三岁了 他真的要写字要写整整可能97年的 如果他活到百岁 他要写97年的字 你花十个小时去让他了解一下不为过 OK 好了 那我就先开中民意讲第一句话 要写字以前 请把你家里的湿度调干一点 听不懂了对不对 我是故意的 语不惊人死不休 家里都有湿度吗 你可以把它调得干一点 台湾是比较潮湿吗 可以调得干一点 为什么要调得干一点 第二件事 我不是卖关子 我是出作业 我直接问你们 为什么我第一句话 这么重要的课 这么重要的开场白 我第一句话说 写字以前 尤其是你孩子 为了孩子 自己写谁便写了 为了孩子的话 湿度调干一点 作业 第二件事情 你们就开始听 第二件事情就懂了 光线充足 亮一点 光是光线充足 这四个字 我就直接跟你承认 我是门外汉中的 门外汉中的门外汉 不要问我 我一直跟你们讲 我们这一个教育改革运动 绝对会感动 很多卧虎藏龙的人 加入我们一起 为台湾的孩子 做点什么 一定有懂光的人 一定懂光的人 跟懂灯 灯具 懂灯的人 然后懂 他应该还懂 采光 天然光 知道吗 懂窗户 懂方位 甚至于懂镜子 我猜 我猜有些家庭 比较穷的话 可能买镜子 可以省电费 我猜是这样 我不懂 我跟你讲 我是门外汉中的门外汉 我只是跟你们说 第一个是湿度 对不对 第二个我就跟你讲 就是光线亮一点 你不要说 只是不要近视 不是这样子的 真的不是这样 同一个颜色 在不同的光底下 是不同的颜色 没错吧 好像是这样 是不这样 同一个颜色 在不同的光下 是不同的颜色 所以你们要外 要内行一点 我不懂 一定有人懂 我现在在跟你们喊话 你们刚刚听到说 你们刚刚听到我说 同样的颜色 在不同的光底下 看是不同的颜色 你在那边想说 那不是废话吗 肖博士讲你新鲜 如果你是那种人 拜托拜托加入我们 你加入我们 来帮助我们的 台湾的孩子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 好不好 把家里的光线弄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可不可以让他的 充养量比较高 含养量高一点 就是空气流通 知道吗 第二件事情是 采光充足 第三件事情是通风 我好像在卖房子 真的就是风水 你要把那个环境弄好 环境 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三岁小孩不懂环境 拜托拜托 三岁小孩对环境最敏感 因为他不到八十公分高 你知道他那么矮 他的房间就是他的世界 你知道吗 他的书桌就是他的世界了 他的椅子就是他的世界 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哪一天你学小孩那么矮 在你们家里走来走去给我看 你看你看到什么东西 搞不好看到很多蟑螂 对不对 搞不好看到很多蟑螂 蟑螂脚好了 蟑螂你会不会看到 蟑螂脚一根一根在那边 你还会看到灵前 如果你是孩子的话 好不好 真的是换位思考 这非常重要 好 我不能这样一一巨细迷跟你提 你们听懂 有悟性的人就知道我在说的意思 干燥一点 采光好一点 空气流通一点 桌面干净一点 桌面干净一点 如果 如果你有一点余钱的话 如果 现在开始台湾的贫富差距了 如果你有一点余钱的话 买好一点的桌子 好一点的椅子 好一点的文具 OK 如果你有余钱 好要多好 不要问我啦 我怎么知道你的余钱是余到哪里 搞不好你的零钱是我的存款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那个钱可以省 千万不要以为那个好不好 孩子的品味 极度仰赖 依附着父母亲的品味 他小时候家里看到的东西 其实直接影响 我不是幼儿教育专家 我说的都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只能讲我自己吗 那个是真实吗 其他我不知道啦 我当然观察非常多事情 我没有什么证据我就不跟你讲 但是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子 家里的父母亲的品味 你不要以为品味是钱的意思 我说的品味就是两个字而已 叫做讲究 家里讲究什么 那个孩子就会讲究什么 我哥哥哥家很讲究烹饪 我哥哥家 因为他开民宿开餐厅嘛 我哥哥的三个孩子 对于烹饪 美食 煮饭 这件事情 绝对远远远远远超过 同龄的小孩 and 在座的各位 他们三个小孩 绝对超过你们 才大概八九岁嘛 可是他已经八九年 都在一个非常讲究烹饪 这件事情的家里 活了整整八九年 那个叫做营造美语环境 他是营造美食环境 知道吗 他是那样子的 那样子的 熏陶嘛 我们说家学渊远嘛 那你现在要跟我学 对不对 你要跟我学英文读写嘛 你以为我上来 就会跟你讲文法吗 我一上来 就教你怎么写作 我会写作啊 我高二就在美国的报纸 写专栏啦 我会写英文啊 可是我第一堂课 就跟你讲 来来来 我教你们怎么写英文 不是这样子的 它有一个过程 如果你们想 让你们的孩子 也就是我们台湾的孩子 如果我们想要 让台湾的孩子 将来可以用英文写作 写专栏 甚至于书书 有没有 如果我们希望 平均的读写力 那么强 对不对 是不是很高的楼 那你地基要扎得很深吧 我说的最深的地基 就是啊 台湾的孩子的书桌 要很干净 房间通风 采光 文具讲究 从讲究开始 我的意思是什么 可不可以都变书香制地啊 可不可以 每个家里都比较 比较 好不好 比较 讲究读书 这件事嘛 我不是在说读书好哦 我是说 你们 问我嘛 千万搞清楚 我的逻辑哦 是你们在 这个时间点上 这个网路平台 来问我说 我想跟你学 我想教我小孩 英文的读跟写嘛 是你来找我嘛 那我就说 我们来营造一个 书香的市地 书香的家庭 一个比较 讲究读书 这件事情的环境 我可没有说 我可没有说 你现在 对于读书 或学英文 读写这件事情 没有兴趣的人 我可没有说 你对读书 没有兴趣 没来问我的人 你要营造 读书 我没有这样说哦 因为读书 只是其中一个哦 是你要来这里 问我读书的哦 如果你们家 已经六代 在做七七哦 那你们家 应该要做 别的训练呢 你们家应该是 另外一种 家学渊源嘛 只是那个 家学渊源 从小熏陶的 这个理由啊 这个理论是不会变 这个理路是不会变的 我们是 很穷酸的 秀才的逻辑 博士的逻辑 认为读书好的逻辑 我才跟你讲 这个词典 不可不查 知道吗 不要去跟外面人讲说 萧博士说 我们大家都要变成读书 我哪有说这种话 大家都当读书人 谁煮饭给你吃 出门 没有计程车 你知道吗 全都去读书了 不要这样想啊 好 我讲完大的环境之后啊 我们就要开始来 实际啊 接下来试堂课都真的 你知道吗 你们如果以为 前试堂课都在 伪后来 有没有 都讲的 接下来 通通都拿硬功夫出来了 硬的硬功夫 知道吗 所以我等一下会开始 开第二个镜头 李医师会在那边 拿一些东西 水水部长会去长进 他们两个人会协助我 让各位看看 我在说什么 这样好不好 所以你们要习惯一下 如果你们是编走路 包括当podcast 在听的这些朋友们 你可能要找个地方坐下来 因为你开始听我讲话 不够了 因为你要看到 你的手机萤幕 或者电脑萤幕 这样 我给彼此 大概30秒 一分钟准备一下 你们找地方坐下来 开始看东西 这样 OK 开始看了 你们现在 我们先确认一下 你们现在荧幕 是不是看到我的桌面 没错吧 好 有太多东西 要跟你们谈 我们就先 一样一样的来讲 好不好 我们先讲 最实际的东西 就是 eventually 我是会教各位写字的 eventually 会教写字 所以我们就预告一下 将来会写什么字 好不好 将来会写这个 我发明了一个体 我发明了一种字体 叫做 台湾 我要拿过去一点吗 还是不用 我都不用等 我发明了一种字体 叫做 台湾霜雨高山体 OK 我发明的 这个字体是拿来写 英文草写的 我没有要卖你任何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的档案 你是可以下载 自己去彩色印出来就好了 我只是在告诉你有这么一件事 OK 细节啊 细节就等到我们走到那个位阶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写 好不好 我只是先跟你预告 我们会写字的 会去写这个东西 现在口说无凭 我就拿一些我写过的东西给你看 好不好 大概会长那个样子 我写了 自己翻的十四行诗的那个 这是莎士比亚的 第十八首十四行诗 用台湾霜雨高山体写出来 大概会长这样 你们可以远远的看 陈一树你给我打哈欠你 没有啦 你们远远的看的话 会看到 它有两种颜色 没错吧 你有看到红红的跟蓝蓝的 你如果近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比例啊 跟一般我们写英文的比例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可是你可能说不太上来 哪里不一样 那是因为啊 我把它变成 有一点点像是九头生 有一点像是九头生 就是它比较细长 就是我希望我们台湾孩子 出去写的那个高山体 因为叫做高山体嘛 就是高一点知道吗 因为那个肖博士太矮了 我要移情作用 希望台湾孩子写的字高一点 它没有很高 因为很高是做怪了 它就是高高的 瘦瘦的 高高瘦瘦细细长长的体 我希望是将来台湾孩子 一出手就长这个样子 它高高瘦瘦细细长长以外 它还蓝蓝红红 为什么蓝蓝红红 是因为我们台湾双语 无法挡的颜色 我们挡色是红跟蓝嘛 我们挑的就这两种颜色 就是没有其他的意义啊 当然红色蓝色是最常见的原子笔 就不用多说了 如果我们把镜头zoom in的话 你会看到啊 它最特别的地方是 你看到它的点跟看到它的横的时候啊 它不是英文啊 它的点跟它的横 其实是中文书法的那种感觉的点 跟书法感觉的横啊 这是最特别的地方 你可能会问我说 哪有人那么搞刚啊 随身带两支笔啊 然后写英文 Dot the I's and cross the T 的时候 还要在那边假掰的 把它点点点 然后顿一下横着 这样这样这样 你如果说没有人会这样做的话 恭喜你啊 那就是我的意思啊 就是没有人会这样做啊 没有人会这么搞刚嘛 那不就好了吗 没有人会这么搞刚啊 只有台湾的孩子会这么搞刚 搞刚就是讲究嘛 就是差异化嘛 就是品味嘛 更何况各位同学 你随身带两支笔会死吗 对不对 然后你拿两支笔出来会怎么样啊 你们都没有试过啊 我天天带两支笔在身上啊 你换一支笔有什么差别吗 只是每一个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呢 我现在在跟你们说我的梦哦 你们千万听清楚老师的梦啊 二三十年后啊 世界上的每个人看到对方 拿两支笔出来的时候就说 You're from Taiwan Aren't you You're from Taiwan Aren't you I know your country I know you people You people bring two pen 带两支笔的人 带两支笔的民族叫做台湾双语高三级 好不好 我没有说真的要带两支笔啊 那你也可以带一支笔 那还是很漂亮啊 是不是 我好像讲得很臭屁 这个字好不好看 好看 这字 这字只有我会写吗 我告诉你啊 比我这个字还好看的 我教出来的小学生啊 多的是啊 真的 不要说多的是 多的是太夸张了啦 我认识两位啊 其中有一位是 他真的是 本来就是有点艺术天分 你知道吗 那个不算啊 有一位就是比较认真 比较用心学我的字啊 他本来就是很娟秀啊 本来就很秀气的一个人啊 小孩子啊 他就很漂亮啊 因为每个字都有气嘛 自己的气嘛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 自如其人就对了 好啦 先这样子了哦 那个 我先 我们先谢谢李医师哦 先鼓掌 然后我们请李医师 先不要离开啊 我只是要先换 转换一下那个镜头而已 我跟你们说哦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的快咯 因为现在只剩下25分钟 我非常非常快的 秀很多东西给你们看 你会听到我的旁白 你很可能会miss掉很多的重点 因为资讯量太大了 所以我就先给你预告一下 我要给你看什么东西好不好 我们台湾要变成双语嘛 你一定要了解 中文跟英文最大的精髓啊 那个特色 那个精髓到底是什么 要抓到那个核心的本体 美语的精髓叫做声音呢 英文的精髓是声音 不是线条是声音哦 所以等一下 我播一个影片给你看 给你看一个西方人 怎么在玩声音呢 你一听到你就瞄懂 你一听到就说 不可能东方不会出这个人的 东方没有这个人 他对声音的那个好 这是声音对不对 你看完我给你看的那个 human beatbox 有没有human beatbox 那个超级厉害的 Bobby McFerrin以后 你心里要想的是 那就是我要台湾孩子的线条 我要他们中文的线条 变那个样子吧 我再解释一次哦 英文的精神是声音 中文的精神是线条 英文的精神是耳朵 中文的精神是眼睛嘛 那我就是先给你看 什么叫做耳朵的喜马拉雅山嘛 我给你看看那个耳朵的极致 长什么样子 你就换移情你知道吗 换比喻系统到 你的孩子将来对线条的讲究 就要拿那个喜马拉雅山来当 玉山来当那个标杆嘛 这是我唯一可以让你描懂的方式 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会给你看 一些些我的 因为我的职业的关系 一滴滴啊 真的是拿出来会笑死那行人啊 真的会笑死人的 一滴滴的收藏啊 我说的收藏真的是笑死人啊 因为收藏至少要两本书吧 我没有了 我只有一本书 我不是在收藏 我没有那个财力 也没有那个闲情意志 但是我知道一本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在跟所有你们家长喊话 你们应该要去像我这样买一本就好了 不要多啦 那多是真的是专业 一本就好了 好不好 我会给你看 一本的东西 然后那个价钱都真的不是 不是不贵啊 一定一辈子买得起 一本就好 先来听美语的喜马拉雅山长这样哦 你们这样听得到吗 你唯不好了 你唯不好了 然后得 zeh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者 你有听过那首歌吗 好了 我再把镜头充成打完给你们看 哦 开始给你们看 各位可以花一点点的预算去买 的东西 给你的三岁五岁一岁小孩 看 别摸了因为摸会弄破了 好看 还有我跟你讲一个关键字哦 知道吗 来吧 我们看这只 这只这只这只叫来福 我们叫来福 他为什么叫来福呢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只东西 这样好像不够亮是吗 看得到吗 你看光线是不是很重要啊 好烦哦 这只叫来福啦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只很便宜 大概两三百块 那种小小动物 有没有 叫做 叫做长颈鹿啦 我把那个长颈鹿叫 Giraffe 你知道吗 Giraffe 我就翻译啊 我很喜欢翻译嘛 我把Giraffe 翻成接来福啦 你不觉得很棒吗 就是 进接来福 就是接啊 众生接苦的 那个接啊 接来福啊 因为这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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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Giraffe 我把它叫做接来福啦 很很好的名字啦 你知道 然后呢 我就让他叫就叫来福好了 因为他叫来福他叫接来福啦 好不好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你一看就叫不贵啦 就这种东西啦 我跟你说 这种东西 可是你 你让他这样摆在一起 他就不一样 你知道吗 你给他个名字 他就不一样了 你家如果不能养狗养猫的话 你让他养一个假的 这个东西也可以啊 他给个名字以后啊 你可以骂他 你知道吗 还要不要刷牙 刷牙刷牙 知道吗 小孩子就不会受伤了嘛 知道 不要那个看电视看太久 知道吗 这不知道 这不知道这样 OK 好了 这个东西叫做很小的开始 对不对 这是视觉咯 这跟听觉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他开始有这个东西以后啊 因为我喜欢闻香的味道啊 我就把香把它夹在那个来福的嘴巴里面 你知道吗 然后就开始 他就开始 他就开始 然后就可以点他 然后就开始变香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是不是 你看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可以这样摆吧 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做什么事啊 我刚是不是用小肌肉 我刚才用小肌肉吧 你要不然你不信 你叫你孩子这样做看看 你叫你三岁的小孩 想绝对被捏断了好不好 你也可以这样做吧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刚刚摆的一个是横的线条 这是横的吧 它就是歪的 在写的吧 没错吧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X吗 这里不是一个X吗 虾子们各位虾子们来 有没有看到Y Y 我的意思是说你千万不要以为英文在哪里啦 有英文在这里有Y 好不好 就先这样 我这样讲不完了 我可以花十个小时跟你们解释这件事情了 好 这个是最开始的东西哦 点个箱 让那个什么 你们的小宝贝的书房里面充满那个 宁静的精神能量场 好不好 再来就是这个 我的字典 我跟你说 我们不是要出字典了吗 这个礼拜天的字典 这本书也是字典 嘿 你有没有看到 实在是很大笨 我Zoom Man给你们看 YES 有没有看到 薛薛 为了你们 有没有看到 看得到吗 弹起来的灰 有没有 不小心 不知道被我的哪个同仁撕破了 都不敢跟我讲 你看 没关系 哇塞 没关系 老板就这样 没关系 以后还可以有价钱 因为今天录影下来了 人家就是我要那本被 萧博士那边打的那个 好像谈棉花的那个字典 知道吗 这本字典叫 Webster's Dictionary 我有说你一定要看这本字典吗 没有啊 这本字典很重 有过重的啦 我还还还还 你呢 齁齁齁齁 真的很重啊 来来查一下字好不好 查一下字 查什么字 随便啊 来查什么 查Giraffe 好不好 查Giraffe 我闻给你看 哦 都是那个味道啊 都是什么味道 我跟你讲 都是虫的尸体的味道 我觉得 我猜了 书香是地 就这样子而已嘛 好不好 多少钱 真的 我跟你说 我从来不跟你们 那个讲假的事情 才两万二 才两万二日币 当然很难找 我跟你讲 你要你要知道去哪里 但是你现在知道了吗 它不贵啊 两万二日币是多少钱 七千块嘛 你不要说买 七千块买一本字典很贵啦 这本字典 你小孩可以放在他身边 放八十年 对不对 因为他不会去翻的 你放心好了 他只会Google而已啦 他是不会去翻的 他可以当枕头耶 你上面可以放烧饼油条啊 上面什么 你放什么都 我告诉你 你放什么东西 一拍照 你就变网红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放任何东西 它看起来就好痒哦 你知道吗 如果这样拍过去啊 就就做什么 跟韦伯 Webster嘛 跟韦伯喝茶 是不是 跟韦伯喝茶 这样 是不是很好看 跟韦伯喝茶 你随便折一个纸喝啊 这都是 这都是 小朋友都会折出来的东西 随便放啊 多好看啊 我们的字典呢 我们的字典呢 你也可以这样啊 这样是不是 因为这本字典一百多年了嘛 这样是不是很好看 一张图 了解吗 我们的字典后面 有几页 可以让小孩子写那个啦 写笔记啊 最后面 比如五百六十六页 开始有笔记啊 这里可以写笔记 五百六十七页 可以写笔记 五百六十八页 可以写笔记啊 你让小孩子 在这边写笔记 对不对 然后放到一本字典旁边啊 你看得出来 台湾的未来长这样吗 你看是不是 一百多年前的webster 编编字典多重啊 right 哎呦天呐 然后我们现在台湾 有一本我们自己的字典 这样子吗 哇好 OK 来 Giraffe 老师带你们查字典 G 那你这嘴里啦 G Gi 其实蛮多图片的 G G 在这里 在这里看到了 看到了 我查到他了 各位小朋友 我们来看Giraffe 一家 G I R A F F E 然后 Now Oh It's French French 也有Giraffe 好玩吧 超可爱的啊 你知道这本书可以查多久吗 七千块啊 我给你买好了 你跟我买 我买你七千万好了 这是一本书 这是另外一种书 我为了要写预言故事吗 我就去日本的旧书街啊 台湾也有旧书街啊 台北市就有啦 那个什么 那个旧乡居哦 我只知道一两间 你会去看一番翻一番嘛 那我玩啊 这个 为了要看预言故事啊 很漂亮的书耶 你看哦 他们有这种圣经的描图 这种纸 有没有 这种很薄的这种纸啊 然后后面就是 后面就是那个了 插图 这个插图是这样子的哦 它是 你如果很那个 就被小孩撕下来 就被小孩撕下来 就完了 它是粘得漂漂亮亮的这样啊 然后有一张薄薄的纸 这样盖过去啊 这本书里面 有非常多这样的图片呢 有没有 好 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翻书很小心 你们知不知道 你叫小孩子小心 他不会小心 不是翻书 他不会小心哦 你叫小孩子 哎 杯子好好拿啦 不要在餐厅里面乱跑啦 你叫小孩子 那个是没有用的 但是你给他一本这样的书 你告诉他说啊 这本书啊 要好贵 好贵 好贵 要整整 一百块耶 你知道小孩子 没有任何金钱概念吗 整整要一百块哦 爸爸妈妈存了三年 才买给你这本书 对不对 然后你看多漂亮 然后你就翻给他看哦 你要翻给他看哦 你要这么小心的翻给他看 知道吗 慢慢翻 就因为你 你多小心 他就多小心嘛 知道哦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 我大概给你们解释 你就慢慢慢慢翻给他看 对不对 他会有样学样 他翻这本书的时候 动作就变慢了 他翻这一本书的时候 动作就变慢了 知道吗 然后慢慢 因为怕痛嘛 哦 书会痛哦 乖乖乖乖 知道了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这一件事情 我以前去当故事大哥哥的时候 我给你们讲故事好了 等一下 大家再留在那里一下好了 10点 我知道 大家都好担心我 我知道现在10点2分 你们看得到那个 嘿 这样嘛 对不对 我以前受聘于外文书店 去当讲故事 念英文绘本给小孩子 听的大哥哥嘛 那他们书店老板 赴我钱 结果后来就大怒 没有啦 我花一个小时讲故事嘛 讲完一个小时 没有讲半个字 我都教小孩子 我都教小孩子 要慢慢的翻书哦 教小孩子小心翻书 小心翻书 讲了一个小时 没有读故事啊 后来效果很好啦 其实家长都知道 我是讲真的嘛 一个孩子的行为模式 会从翻书开始 他进这个书房嘛 有没有在听啊 黄玉萍 朱萱 你们这些人啊 我有小孩 我一定这样培养他的啦 什么都不用 你不用读书啦 你进书房就有气质了 你知道吗 不用读书啦 进书房 念电话簿 都有气质了 好不好 因为进了那个书房以后 从味道 到光线 到含氧量 到你看到的东西 到你的每一个动作啊 都好像在呵护 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有看过那种小孩吗 没有嘛 台湾以后都是这种小孩 要培养出来这种小孩啦 他每一个动作都很温柔 很缓 很缓 很紧 然 有序的去做 然后我们再来写A 写B 写C 知道吗 你要我现在就教你写ABC 你搞错了 当你们的孩子 心可以定成那个样子的时候啊 知道吗 他的心会是稳定的 你们看我写草写 如果你是真的知道写字的话 你看我写字就知道 这个是心会稳定以后啊 我写草写有两个特色啊 对不对 李嘉倩 我写草写有两个特色啊 我的心同时很稳定 同时很灵活啊 它是同时的哦 因为我会想下一个 要怎么接嘛 然后我会 就是说 它是又稳定又活泼的 这个东西是可以训练的 我知道怎么训练 我们会花90堂课里面的 大概10堂课来训练这件事 剩下的80堂课 再来真正写 对不对 你会写漂亮的字以后啊 我再跟你们说啊 台湾的孩子为什么不爱被单字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除了 除了被单字本身是三个未知数以外 就是声音意义拼写方式 除了是三个未知数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台湾的孩子写字不漂亮 写英文字不漂亮 你相不相信被我教的小孩啊 被我这个方法训练出来的小孩 他会吵着说啊 妈妈我要进书房 因为书房很舒服 舒服的房间叫书房 知道吗 重新定义 舒服的房间叫书房 家里最舒服的那个房间叫书房 好不好 不要通通赖在沙发上 像我这样 每天躺在沙发上 姿势不对 颈椎痛那边看美剧 不要学我 把家里最舒服的房间弄成书房 小朋友不准进去读书 乖乖的才可以进去读书 爸爸妈妈都晚上偷偷进去读书 他就会半夜偷偷爬起来看 爸爸妈妈真的在书房 他们都进书房 我也要进书房 都不行 去洗碗 洗了碗才跟进书房 为什么喜欢书房啊 因为书房很干燥 知道吗 我跟你讲答案啊 因为书房很干燥 一干燥的时候空气分子啊 会特别的敏锐啊 所以啊 你去卖香水啊 卖咖啡啊 卖茶叶的地方啊 那个老板很贱的话 就故意把它调得超干超干超干的 你知道吗 然后他茶叶罐一打开就 哇塞 好香好香 殊不知它是湿度太低了 你知道吗 我是跟你说啦 你要让书房变成一种仪式啊 当书房变成一种仪式的时候 他会吵着说 我要进书房干嘛呢 我可不可以进书房啊 用那个很棒的笔啊 很漂亮的笔啊 很漂亮的笔啊 我可不可以进去用笔啊 用那个很漂亮的笔 那两只啊 红的蓝的啊 爸爸我可不可以进去用那个笔 去画草写啊 他也不知道他在写草写 我可不可以去画草写啊 好漂亮哦 有没有我要去画我要去画 你说不行就先洗碗 然后他进去画嘛 进去画就进去画啦 不是在学英文是什么 你只要学德文也可以 你只要抄德文也可以啊 在哪里画知道吗 在这种地方写啊 很便宜啊 到处都买得到啊 一两百块 很漂亮 你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笔记本吗 有啊 古时候都这样啊 测验嘛 这样去写知道吗 小孩子看到会疯掉的啦 太炫了嘛 有没有看过 这样写 手风琴 手风琴啊 我在跟你们说 这样叫做读写啦 拿着这个手风琴啊 拿着手风琴 right 拿着手风琴 闻着旧字典 百年古董的旧字典 七千块比香水还便宜啊 你拿着字典 拿着手风琴 拿着很漂亮的笔啊 要从笔套里面 这样拿出来 对不对 才准备单字 懂不懂 说的小孩说 我要备单字 我要备单字 事情就这样啊 十点九分咯 好不好玩 读写课好不好玩 还有九堂课 下次见 知道吗 好了 我这是先这样 对不对 然后再看那个 做体操 来 等一下 做体操 来 我们被 我们的动画是给折磨了 哎呦 扭扭扭的 来 Ready 他冲了 他冲了 他好矮 他的腿好短哦 现在太好笑了 算了 好 明天见 你 对不对 你 你 有 人 和他 优优独播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